这里我们跟着是 刚开打时秩序还不错 但过没多久 往前 路上这边 搞不清楚排队动线 现在到底要排上哪一边 志工扯破喉咙大吼 花博接种站持续打长者第二级莫德纳 市府已经加派150位人力协助引导 户外区也多摆一倍座椅 想让长者休息 问题是 塑胶椅虽然摆了很多张 但是根本来不及给长者做 因为预约的人真的非常的多 现在这里就是队伍的尾端 但是距离施打电已经绵延数百公尺 不是变民嘛 这是扰民嘛 我们都是68岁以上的老人家 有的推轮椅都放在那边 没有办法这样排嘛 又下雨的话怎么办 停车子停进去从他们走进来 看到这边一直走过去 我就吓死人 他知道排到什么时候 这只是上午九点排队情况 到了十点更夸张 捷运站旁已经站不下 人龙排到马路边柱子后方 很乱啦 对啦 讲难听的 那真乱七八糟了 在北市的接种站太少了 全部挤在这边也是一样啊 五点十七分搭公车 来到这边五点半 再演一次我会受不了 我年纪大了 上厕所很不方便 对不对 人那么多 你要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带水 真的等太久 红衣妇人突然跌坐在地 工作人员上前关心 疑似因为血糖过低 坐轮椅被推进去休息 疫苗扩大接种乱成一团 而第十二期三大国际疫苗 将同步施打 场面恐怕会更混乱 如何提升效率 避免民怨对中央地方 是极大挑战 三立新闻 李文盛 曾家宣 SNG少组 特别报道